剛才原子講 其實我想插話 但是第一個不要講膽小鬼 膽小鬼有事情 你在講柯文哲現在是膽小鬼 這個你會激怒柯粉 柯粉已經被他們柯文哲突襲一次 所以不要撩撥柯粉 原子我這確定對你選 膽小鬼不是那個意思 因為剛才用了膽小鬼 然後第二個 賽局理論 第二個 因為柯粉的梗塗搞不好 你就列在第一個 第二個中國因素 我如果是民進黨 會怎麼做 就把那天柯文哲在小鬼 節目講 問AIT那一段 中國是柯文哲自己講的 對不對 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人 柯文哲講的 我們去想像一個畫面 柯文哲被朱立倫突襲 雖然我看不出來 那個有什麼 有足以構成突襲的威力 所以本來就會有個問號 因為一般我們對突襲 大家會有一個約定成熟的 那種想法 你們看 你看那個畫面就是柯P在打電話 對 就是他接到電話 就一副就那天在開死前 開死前 但是要用的是他回答 對 但沒想到他為什麼自己就講了這件事 然後呢 柯粉又被柯文哲突襲 黃珊珊他們都被柯文哲突襲 然後後面再接什麼你知道吧 習近平跟拜登 習近平講沒有二零二七 沒有二零三五 嗯 戰爭威脅會降 不是說不存在會降溫 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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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辦 你怎麼辦 國民黨你怎麼辦 柯文哲你怎麼辦 然後柯文哲你不小心 又酸國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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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自主的 酸國民黨 我你去想像一個風險 就是說侯友宜跟柯文哲在一起 柯文哲他們不小心就就會酸國民黨 然後他們是政府總統 禮拜六宣布的時候 就像黃國昌今天早上接受廣播訪問的時候 在委派那邊 還在期待一個 同要制衡兩大兩大黨的 有力的力量 你都加入臺灣民眾黨 臺灣民眾黨的黨主席都已經成為 有國民黨的副手 明天就成為侯友宜的副手 整個都亂掉 這個亂掉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說從柯文哲帶出來的東西 帶到最後 柯粉自己會亂掉 好那你看到柯文哲在那哭對不對 那個就是在明天以前團結柯服 那你說柯文哲會不會變 沒有人知道 黃珊珊他們都認為柯文哲不會變了 柯文哲都變給你看了 誰敢講柯文哲不會變 沒有人知道 就只好看禮拜天的大招式 那場大招式要嘛是柯文哲的政治告別式 要不然就是 這麼嚴重 他如果成為他如果贏了 這是副總統嘛 就是副總統嘛 侯柯佩如果贏了還是副總統嘛 副總統是沒有角色的 你所有的部會 哪怕是你臺灣民眾黨的 你如果主持人員政府 民眾黨的閣員 一直跟國民黨的總統 跟行政院長唱反調 天下大亂 天下大亂 那時候我們又 我們又有上電視分析的本錢 好 那柯文哲的發展在什麼地方 你沒辦法想像 但是 還沒講完 最後一句話 萬一柯文哲變了 那一天 你說不認帳 對 那一禮拜天 就會變成四四大會 所以我不知道最後會怎麼樣 禮拜天會怎麼樣 不是你們的意思是 明天公佈完以後 還不見得是定論 因為柯文哲一個人可以推翻全部的 沒有我覺得不用等明天 那那那等什麼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差不多就出來了 要宣布的照相 對 今天晚上 因為大家都要上課嘛 白天晚上在馬辦開會 要嘛三個陣營 兩個陣營大概都會派人去 如果沒有派人去 這三個人要不要回報委託人 當然要啊 委託嘛 如果談這三個人在馬辦談僵了 啊 會出現談僵的狀況 不曉得 一定有2比1嘛 至少2比1一定會有 你就看到吳宜先生怎麼說 希望用共識決 不要用多數決 共識決不要用多數決 這很麻煩 共識決的意思是 三個人要同意 他主張要用共識決 不要用多數決 那如果是多數決 多數決就已經在算說 我一個你們兩個了嘛 對啊 當然 陳陸輝是關鍵的 對不對 那我一個你兩個 如果是共識決 就是有一票否決權 如果大家談僵了呢 就裡面 可必說這個對我不利我否決 這個否決 那一個人說 這個對我不利否決 那禮拜天就變四次大會了 所以我說 其實今天晚上這三個人開完會 然後各自回報接不接受 答案就出來了 不接受就翻了 一副你知道這幾天這麼多的訊息 包括民眾黨又有人講說 有疑問要先釐清 柯媽媽也講話了 陳佩琦也說他也不贊成 為什麼要亂三胖 所有這些訊息出來 所以是不是有翻盤的機會 今天晚上就看 今天晚上啦 對 三個人在 你看吳怡軒今天的講話 講得很清楚了嘛 這就是戰狼派又出來了 戰狼派眼淚擦掉 臉擦掉之後再戰 準備要戰了 而且你看柯媽媽已經講了 我們不當副的 對不對 不當副手嘛 柯文哲最聽媽媽的話 對不對 已經講這樣子了 改唱周杰倫的歌 改唱周杰倫聽媽媽 這個沒辦法算 而且你看黃國昌 今天退時代力量 加入民眾黨 黃國昌是戰狼 他鷹派 他昨天有沒有 他昨天跟柯文哲 有沒有 他已經開始同臺了嘛 這表示什麼 我覺得那一股 要再戰起來的聲音 已經出現了 柯文哲 搞不好那天出來是演的 他隨便簽 樓簽名 然後出來垂頭喪氣 是要引發柯粉 後面更大的海嘯 對 是更大的海嘯 方老師你這個劇 外面這要寫 這要寫好幾首劇 全臺灣有這種能耐人 只有柯文哲 他現在已經把這個 喝粉激怒 然後憤怒憤慨 倒給集團一下火山爆發 爆發的那一剎那 柯文哲說 好我們站到底 然後把19發覺 他全白忙一場 柯文哲真的是很難預料的 而且我真的覺得 會不會出現這個改變 是極有可能 不… 我… 我…